全红蝉中秋节和家人果园烧烤 恩人大伯母现身 接二姐被学校扣留 蝉宝中秋回家 吸引大量游客和粉丝 他带小狗接二姐 校领导热情迎接 蝉宝与家人发小游玩 展现童心 家人低调 爷爷高情商重粉 蝉宝家门前 盛况空前 吸引各年龄段粉丝 便依安保确保安全 蝉宝家庭幸福 多子多福成典范 中秋节 蝉宝回家的热度依然高涨 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纷放弃了游山玩水 利用中秋假期 前往麦河村打卡 大家不仅能亲眼目睹冠军的风采 还能为自己吸引流量 可谓一举两得 这使得蝉宝家的游客数量不减反增 蝉宝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粉丝们的闪光灯下 不过 对于见惯了大场面的蝉宝来说 早已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 今天是回家后的第六天 每天的安排都很紧凑 完全不像其他孩子那样 待在家里玩游戏 他每天都出去玩得尽兴 最近几天 弟弟妹妹和哥哥也都在家陪他玩耍 只有二姐还没回来 今天 蝉宝自己骑着小电驴 带着心买的小狗 前往二姐的学校接他回家 校领导们仿佛中了头等奖一般 纷纷出门迎接他 只见蝉宝一手牵着狗 悠然自得地与校领导们并肩而行 竟显轻松且气场十足 校领导一行人 陪同他边遛狗边参观校园 场面显得从容自在 学校请都请不来的重量级人物 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怎么能轻易放他走呢 无论如何 也得让蝉宝留下来讲几句话 顺便指点一下他们的工作 就连蝉宝的狗都跟着享受了一番 见识大场面的待遇 而蝉宝的二姐 竟然连个座位都找不到了 校长可能会说 请您放心 我们已经将您姐姐安排在最优班级 配备的都是学校最优秀 经验最丰富的老师 他们一定会帮助他提升成绩 确保明年能够考上他理想中的学校 蝉宝接二姐离开学校时 校领导们再次集体相送 直到他们走出校门 估计他们叮嘱二姐 假期作业可以不必完成 重点是好好陪伴那位冠军妹妹 这场面简直像是爽文里的大女主待遇 蝉宝带着二姐离开学校后 便与发小 弟弟妹妹以及唐嫂一起去了海边游玩 这一次他真的找回了童年的感觉 蝉宝像个小孩似的 拿着小水桶和塑料铲子 在沙滩上不停地挖呀挖 挖到了一只小螃蟹 笑得灿烂无比 他的唇真实在动人 即使当了四年的世界冠军 也依然保持着这份童心 我特别喜欢远远地看着他 看到他快乐的模样 心里暖暖的 不知不觉中 我自己也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 蝉宝的经历真是无与伦比 一直玩到了晚上才打车回家 看到他光着脚 估计鞋子已经完丢了吧 明天我再去海边找找看 蝉宝晚上回家时路过村里的小卖店 特意进去和老板娘打个招呼 要知道 开一家小卖店曾经是他的终极梦想呢 记得全妈当时说过 蝉宝的梦想就是开小卖铺 因为那样就能吃到许多零食 如今 蝉宝终于实现了他的零食自由小卖部 对他来说简直不知一提 蝉宝还特意赞助了一根烤肠给老板娘 虽然老板娘坚持不要他的钱 但如今的蝉宝早已不差钱 硬是把钱塞进了老板娘手里 老板娘笑得后槽牙都露了出来 又是充满流量的一天 看来 日后这家小卖店 可以改名为冠军小卖店了 最近几天 蝉宝每次晚上回家 都会在爷爷的带领下 向外面的粉丝打招呼 温柔地跟大家道晚安 真是满满的宠粉之情 不得不提 爷爷的情商真的是高到让人佩服 要是爷爷年轻一点 完全可以胜任蝉宝的经纪人 那绝对是粉丝们的一大福气 拥有这样一位高情商的经纪人 蝉宝不火都难 粉丝不爱也很难 瞧瞧 爷爷正在帮蝉宝批阅奏呢 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自己的孙女如此出色 粉丝遍布全国 甚至全世界 这封信还是中文的 要是换成英文 恐怕爷爷的CPU都要抄载了 不得不感叹 蝉宝的家人们真的是丝毫没有利用他的流量 若不是粉丝们细心地深挖 恐怕大家都无法认识蝉宝的这几位亲近的长辈 大伯母和三伯母 他们始终保持着极为低调的作风 从未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布任何有关蝉宝的视频 这正是全妈提到的那个最善良的大伯娘的账号 她曾把房子让给全家人居住 在她的主页上 只有蝉宝奶奶的视频 然而 细心的网友注意到了蝉宝与奶奶的对话 这种近距离的私密视频 一般人很难拍摄到 这位才是蝉宝真正的大伯娘 之前出现的几位分别是二伯娘和三伯娘 一眼就能看出大伯娘的面相与全妈相似 都是那种特别忠厚善良 福气满满的女人 今天大伯娘骑车去了蝉宝家 安保人员也没有拦她 直接放行 可见两家关系非常亲近 听说村里为了照顾大伯一家 特意为她留了一个靠近蝉宝家 地段优越的摊位摆摊 但大伯拒绝了 表示不愿意蹭蝉宝的流量 这样低调和睦的一家 实在令人敬佩 这几天 由于蝉宝的亲大哥 有时忙于直播 无法陪伴她 所以一直是大伯家的堂哥陪着她 蝉宝跟堂哥和堂嫂一起出门完了 中秋节的晚上 蝉宝的几位伯柜一家 都来到果园 共同参加家族聚会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烧烤晚宴 由哥哥担任主厨 蝉宝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帮哥哥打下手 真是个体贴的好妹妹 这就是蝉宝堂哥的女儿 若不是关系亲近 蝉宝是绝不会把她带进门房的 大家看看蝉宝对她的喜爱 简直是独宠啊 不得不承认 蝉宝真的特别喜欢孩子 将来她亲哥哥结婚 有了孩子 那孩子有一位世界冠军姑姑 真是太幸福了 要不是年龄不合适 我真得追一追她哥 光为了将来 孩子能有这么好的姑姑 有网友惊讶地发现 原来世界冠军的闺房 如此简朴 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豪华 再看蝉宝那不锈钢的架子床 床底的几块木板 甚至还露了出来 真是让人忍不住 有些心疼她 听说她的肩膀受了伤 睡在这么硬的板床上 会不会感觉不太舒服呢 这两位正是蝉宝的发小 曾经在体笑时一起打牌的朋友 甚至还一同搓过麻将呢 据蝉宝的哥哥说 蝉宝在体笑时 曾和几个欺负她的男孩打过架 真不愧是个勇敢的女汉子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她们 如果真是的话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 蝉宝这次回家 请她们吃宵夜 安排得多有牌面啊 能有一位世界冠军做发小 这辈子都够她们吹嘘的了 蝉宝的后勤工作 由大哥和全爸全妈负责 这几位来自御膳房的御厨们 正忙着为她准备特色美食 听说我哥哥以前是酒店的厨师 这次可算派上用场了 有没有当地的朋友了解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美食 哥哥还是把鞋穿上吧 毕竟给世界冠军做美食 也要讲究形象和卫生呢 哥哥给产宝特制的 限量版五人月饼 估计粉丝们是无缘品尝了 只能过过眼瘾 这道美食看起来挺不错 有点像粽子 也有些像饺子 有哪位当地的网友知道这是什么吗 味道究竟怎么样 产宝的营养鱼粥是全妈包的 只是外观不太美观 这几天产宝家门口的场景 可谓空前绝后 盛况空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让人惊讶是追随者的年龄层极为广泛 这位看上去已近九十高龄的爷爷就在产宝家门外嗤嗤等待 只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还有这位爷爷说要拍一张产宝的照片带回家给奶奶看 估计这就是最年长的迷地了吧 这几天 产宝家门口的那棵水滑消失树已经被大妈们摸得快突光了 他们摸完树 是不是还打算下水去游一圈 也好带个冠军回来 要是哪天树皮真的没了 可要找你们算账了 不过得虔诚一些 时不一跪才行 我认为应该让孕妇来触摸 这样出生的婴儿 个个都是冠军 这位大妈真是有远见啊 扛着水花消失树的树枝回家 称之为水花转移树 产宝没料到 自己竟然还能带来姻缘好运 再看看麦河村的大街小巷 处处都有便衣安保人员 在村里 产宝的安全感瞬间满满 市里的女警都来村里执勤了 看样子 湛江的主要警力 应该都集中在麦河村了 这几天 产宝几乎每天都从后门溜出来 便衣大叔们也在小巷里四处追赶他 产宝跑 他们就跟着跑 产宝骑车 他们也不得不跟着骑 产宝下水玩耍 他们也只能下水保护 这样一来 他们也算是彻底体验了一回童年的乐趣 尽管产宝家如今戒备森严 但仍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可以进去 比如 这位空调安装工 真是时来运转 竟然在门外粉丝的羡慕与极度中 顺利走进产宝家 还爬上了二楼 为产宝的房间安装空调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安装工立刻发布了视频 激动地说道 心情无比激动 双手微微颤抖 我正在为世界冠军安装空调 这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光屏这件事 我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有网友上传视频称 最近几天广州地铁上 很多人要么在看蝉宝 回家买狗 抱侄女的场景 要么在关注他爸妈和哥哥的直播 总之 大家都在看他们一家 不看一天 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像是失去了精神支柱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上瘾吗 蝉宝 我儿子让我问你 这道题你会怎么答 全爸真的是一个难得的优质男人 不仅有责任感 性格温和 聪明又勤奋 基因强大 而且对妻子十分体贴 还长得一表人才 以前他没出名的时候 村里的人都叫他阿茂 或者大泡茂 如今他名声在外 大家都改口叫他全爸 全叔或者帽哥 人性啊 真是如此现实 看看全爸的两个孩子 跳水水平都非常出色 随全妈的两个孩子 都长得一副父态像 将来适合从事经商 定能拥有充足的财富 产宝的父母真是多子多福的典范 令人羡慕 许多原本不愿生二胎或三胎的夫妻 看到产宝的成功 或许也会动心 觉得多生几个孩子也未尝不可 毕竟多生几个 指不定哪一个会出人头地 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呢 撒网越多 不获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已经决定开始计划生二胎了 第一步就是先去产宝家门口 摸一下那棵水花消失树 全红蝉回家真勤快 全家过中秋节 产宝帮忙拿盘端水洗菜 很开心 奥运冠军全红蝉回家过中秋 与家人欢聚一堂 亲自下厨 帮忙准备丰盛菜肴 享受烧烤乐趣 展现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 家庭幸福美满 奥运冠军全红蝉回到湛江麦河村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恰逢中秋佳节 蝉宝与家人欢聚一堂 共度中秋 尽享团圆之乐 全红蝉下午很早便带着孩子 驾驶着小电驴 来到了父母的果园帮忙 为中秋节的大餐做准备 蝉宝回家后 可勤劳了 蝉蝉和哥哥弟弟爸爸妈妈一家人 都在忙碌着 哥哥在厨房长厨做饭 做着蝉蝉最爱吃的盐焗鸡 白切鸡 螃蟹等等 而蝉宝则在一旁协助 他负责端盘子 端水 洗菜 还要照顾自己的小乌龟 家里养很多小乌龟 蝉宝会给乌龟洗澡 还会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帮忙准备食物 真的是非常勤劳 没想到一个奥运冠军回到村子后这么能干 什么活都能做 随后 中秋节的团圆饭正式开始 蝉宝家中热闹非凡 众多亲朋好友分支他来 亲戚多得简直无法计数 蝉宝今年中秋回家 家里摆满了满满当当的好几桌菜肴 菜品种类繁多 都是蝉宝爱吃的东西 有蘸姜生蚝 蘸姜白切鸡 螃蟹 大虾 扇骨等等 蝉宝这下可以大饱口福了 晚饭后 蝉宝和孩子们坐在另一桌 一起享受烧烤的乐趣 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味烧烤 有烤生蚝烤大虾烤玉米和烤鸡翅 蝉宝看着这些诱人的食物 亲自动手烤制 吃得津津有味 这孩子真是朴实无华呀 一回到家就开始干活 片刻都不停歇 好多亲朋好友和伙伴们聚在一起烧烤 光是想想就觉得很舒服 一家人欢聚一堂 真是幸福美满啊 蝉宝要开心快乐每一刻 这些诱人的食物